第五百六十五章,全身都是鬼眼,一,今天要说最可怕的,就是这句诡异的笑声,你嘛,大爷我可是,坐了邪灵顿的,然后有只鬼在你身后,突然说我看得到你,再来一阵毛骨悚然的鬼笑,不下崩溃,算是哥们心里素质好了,当时我双腿一软,差点没坐在地上,可是萧影没坚持住,拉着我还是坐下来了,死小妞咬牙说,不要相信她,她看不到你们, 这是又你们开口的,原来这样,我急忙在心里跟萧影说,别出声,把呼吸也闭住,她这是吓唬我们的,萧影说,吓死我了,那笑声太甚人了,哥们能嘴硬,但瞒不住心里,这丫头察觉了我的恐惧念头,忽然就笑了,原来你也怕呀,好像觉得我害怕是多新鲜的一件事,当然怕了,不过还挺得住,你现在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你心里我察觉的一清二楚,还跟我装,狂汉,二人同心这游戏以后,还是不要随便玩了,暴露太多的秘密,一想到秘密,就勾起了我们仨之间的事,然后就被萧影,发现了,我知道宁姐回来后,你很为难,不过我们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们还是朋友,回复之前的状态,在你老家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丫头你说得太轻松了,没发生过, 那么说,我们亲嘴也是过眼云烟,就当从来没发生,哎,你的心里,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吗?你不想失去我,你也不想拆散,我跟死小妞,只是想跟我在一起多一天,便快了一天,放手了,我的心事都被你看光了,萧影急的,要甩脱我的手,我却紧紧握着不放松,心里很严肃地跟她说, 就按你说得来吧,我们当作是最好的朋友,以前那事没发生过,我觉得,还是你说得对,我们不知道,前途会发生什么灾难,生命如此脆弱,与其分开彼此痛苦,还不如在一起开心些后,抛弃那些没用的杂念,快了一天算一天,少来,我只是说,找到宁姐后,就不会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丫头很快就学会了隐藏心事,再从她心里搜寻,却找不到其他念头了, 既然她这么说,我也不强求,于是跟她在心里说,这样也好,如果能逃出跑马河,我们送你去广州,送什么送,墨西的事情解决了吗?这件事不解决,我怎么能够安心离队呢?我差点没一头撞在地上,你这又挖了一个坑,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我苦巴巴地跟她说,可是墨西的事,可能只有找到真正的鬼王寿官,才能延长她的寿命。 是啊,找鬼王墓,没有我,你们几个人行吗?比如这次,没有我的阴阳血,你凭什么挣脱夜魔?这丫头嘴皮子实在太犀利了,哥们根本招架不住。好吧,好吧,我错了,夜魔好像走了。 死小妞这时说道,我转头感受周围气场,觉得压迫感小了很多,脖子后面也没了良意。现在只要我们不说话,夜魔时找不到我们的。 当下我拉着萧影慢慢起身,刚往前迈出一步,就踢到一个人。 死小妞说,这是曹英飞,小滚刀,大嘴蓉和陈寒烟在洞室最里端,说到这儿,忽然笑了起来。 我说你笑什么?这死丫头笑道,他们三个在那儿拿大顶,不过歪着脖子脸朝下,嘴巴抵着地面,姿势非常滑稽。 我说他们怎么没了声音,原来待遇还不如我们,嘴巴被地面堵住了。 我按照她指点的方向,一步步慢慢往洞深处走过去。 停,夜魔来了。死小妞做出了预警。 这次,你怎么看出来了?说着话,我和萧影停住脚步。 死小妞却一直没开口,过了半天才颤声说,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吓人的魔鬼。 我心头一阵惊颤,心说能让死小妞感到可怕的玩意,那得多恐怖啊。 夜魔到底是什么模样?我真想看看,不过内心也是很挣扎的,又怕这玩意太恐怖,看了之后一辈子做噩梦可咋办? 有多可怕?我问,她全身都是眼睛。 全身眼睛啪个毛线,二郎神脑门上不是也多只眼睛吗?我看着挺可爱的。 放屁,她不过三只眼。 你想想,全身都是鬼眼珠子,是什么情况? 死小妞发怒了。 那我就想想吧,满身都是眼珠子,要么是灰蒙蒙的死鱼眼,要么是含有凝啸的鬼眼,再要么是充满了煞气的绿眼珠。 我乐个去,这玩意不能细琢磨,那种画面一旦在脑子里成形后,的确感到吓人,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那她走了没?我心跳剧烈地问,还没走远,你脚步轻便。 不过可以过去了。 第五百六十六章,全身都是鬼眼。 二。我于是捏了手足,往前像探地雷似的,一步步挪去。 死小妞跟我说,目前小滚刀他们三人,还在夜魔掌握之中,是不能直接用邪灵盾的。 要先切断束缚在他们身上的邪气,办法很简单,咬破手指用剑绝,沿着他们三人画个圈子,同时小声念出破灰咒。 切断邪气的同时,对方可能便会查指我们行踪,不过赶紧跳进这个圈子里,能暂时躲开夜魔的攻击。 不过这个圈子,只是切断邪气用的,并不是保护圈,所以作用很小,保护时间也非常短暂。 要我在最短时间内,给小滚刀他们仨,做了邪灵盾。 听他说的时间如此紧迫,让哥们感到压力好大。 到了,可以画圈子了。 死小妞提醒一句。 我抬起右手食指,放在嘴里咬破,心里那个肉疼啊。 手背上放着那么多血他不能用,又要摧残食指兄弟了,左手也不敢放开消影。 唯恐松手之后,会像之前很多次那样,突然失踪。 于是就这么一边拉着他,一边右手捏个剑绝,按照死小妞说出的方向,在地上画出一道弧线,跟着口中以最小的声音念出破灰咒。 天刚正气,散荡腰分,酒缝破灰,惊邪灭形,急急如律令。 破灰是不成问题的,要惊邪灭形,那就不可能了。 随着最后一个令字一出口,只听小滚刀他们咕咚咕咚倒在了地上,呼呼粗传起来。 我急忙窜到他们跟前,压低了声音说,谁也别出声。 伸手摸着一个人的脑门,在上面点了鲜血。 感觉皮肤挺光滑,似乎是沉寒烟。 摸到最后一个脑门,正好念完咒语,就觉得一股巨大的压迫感涌过来,只听小滚刀说道。 怎么?原来最后一个是他,我连忙捂住他的嘴巴,跟大家伙小声说,悄悄溜往大门口。 说完之后,我拉着消影回头就走。 刚走出两步,感觉四周阴气层层叠叠叠地围拢过来,沉重的气势压迫得我们透不过气。 死小妞深有忧虑地说,她一时失去了我们踪影,就用这个办法逼我们现身。 我心说,这死玩意确实挺聪明的,就像在两重村鬼楼内,黄婆婆要死鬼们用鬼火逼我现身道理一样。 这种阴气将整个洞势不满,无论逃到哪儿,都逃不出这个圈子在厚重的压迫之下,不用法术恐怕会被压死。 而一施展道法,立刻就会被她查获我们的踪迹。 怎么办?我问死小妞,就曹英飞,让她吸收夜魔的火力,我们趁机逃出去。 这也是个办法,老小子刚才因我们一次,我还回去,没啥不仗义。 当下听着死小妞的指点,很快就冲到了曹英飞身边,用剑爵围着我们俩画了一个圈,跟着小声在她耳边说,快走。 说完我先溜了,不给她做邪灵盾,夜魔肯定会集中火力来对付她。 我们减轻压力,便能轻松逃走。 谁知这时,听到小滚刀哀悠一声,跟着是大嘴戎和陈寒烟也痛叫起来。 我身边的阴气末地减弱。 靠,他们又怎么了?这时候不开口不行了,于是大声叫道。 你们怎么回事?我们…… 小滚刀刚说出俩字,忽然痛叫一声,咕咚落在我跟前了。 大嘴戎和陈寒烟两个人也焦急地叫喊着,都跑了回来。 我心说糟糕,我们这一出声,全都暴露了行踪,没能利用曹音飞逃走,反而等于帮了她一把。 我急忙伸手摸住小滚刀,将她拉起来问,什么情况? 门口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扎住脚了,夜魔来了。 死小妞惊声大叫。 突然,一阵猛烈的阴气,瞬间将我们包裹住,犹如被塞进了棉花堆中,四处气流柔弱,却无从着力。 想走又迈不动脚步,就是抬手都是,十分的吃力,正当我们不知所措之际,眼前呼得一亮,前面燃起了一团火光。 一下子看清楚,大嘴戎和陈寒烟就在我们一侧,却被一只长满了眼睛的手臂揉住脖子,并且被捂住了嘴巴。 这条手臂太长了,并且看上去很柔软,跟蛇一样灵活。 而上面的眼睛密密麻麻,之间的间隙不过半寸,无数到千奇百怪,猙獰恐怖的目光散射出来,诡异无比,让人不由毛骨悚然,一颗心差点没跳出来。 这些目光仿佛来自于地狱深处的魔力,能够在瞬息之间洞穿人的心底,让你觉得它无处不在,充满了无穷的恐怖。 我们都没来得及看到夜魔身子,已经吓得待在那儿动不了了。 不管是或是死鬼,眼睛都是心灵的窗户,而死鬼最可怕的地方,又是那对猙獰的眼珠子。 所以,人与鬼的对视,会在心灵上激起恐怖和震撼。 一对鬼眼足以震慑心灵,何况是数十只,乃至上百只鬼眼,并且如此诡异吓人,哥们一时感觉头皮发麻,双腿发软,消音已经都软到地上了。 天地玄宗,万气之根,金光素线,附护真人,急急如律令。 这时忽然听到曹英飞念了两句金光咒。 我们才反应过来,前面的火光,是他点燃了一张黄符,还是一张金光符。 忽他手上的浮火燃得更加旺盛,这是修为身后的高手,才能使浮火越烧越旺,却不熄灭。 而金光符,虽然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咒符,但在高手手中,使出来那就非同凡响了,如果浮火长久不熄,便能真正做到金光普照的作用。 夜魔那条藏满了鬼眼珠的手臂,顿时就是一颤,跟着松开大嘴戎和陈寒烟两个人,扑向了曹英飞。 他身子闪动之际,我们才看清楚了他的全貌。 他大爷的,简直比魔鬼都魔鬼。 这玩意是怎么形成的? 他整个身形是人的形状,但全身上下,却看不到一处肌肤,完全是一只只眼睛组合起来的。 眼睛之间的间隙,便是漆黑的黑洞,更加地增大了恐怖气息。 他虽然扑向曹英飞,但给我们感觉不分正面与后背,一只只圣人的眼珠子,放射出冷力的寒光,看向不同的方向。 快跟我念金光照! 曹英飞急声大喝! 第567章 金光刻心 老小子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大响。 他整个人飞了出去,重重撞在左侧墙壁上,跟着手中浮火熄灭,眼前马上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我们都觉得心跳如雷,手脚酸软。 老小子的话虽然听到了,可是并没反应过来,要做什么? 愣什么? 快念金光照! 死小妞也大声叫道。 晕,这么大声,差点没把哥们儿鼓震破。 我急忙开口念咒,但手上没黄符,念了也没多大作用。 不过念完之后,呼的一声,小滚刀手上燃起一团火光。 这小子反应够快,他手上还有一张金光符。 我们马上又看到,夜魔一只手臂探进曹音飞的嘴巴里。 全身的眼睛都放射出怨毒的目光,让人一看之下,忍不住打个机灵。 他这是恨曹音飞念咒,要从他嘴巴伸进爪子,看来要掏了他的心脏。 我们几个人,全都惊恐地瞪大眼珠。 一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但小滚刀手上燃烧着浮火,让夜魔身子一震,迅速回身,把手臂收回来。 闪电般击进小滚刀面前。 这下来的太过突然,小滚刀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但死小妞使用灵力帮我往前一扑,捏着坚决点向夜魔胸口一只鬼眼。 恰巧在夜魔出手之前感到,逼迫这变态的死玩意,挥避格挡。 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交锋,无非双臂相撞,我被打飞出去的。 可是没想到,她的手臂跟蛇一样缠到了我手腕上。 死小妞怎么用力也无济于事,反被这死玩意往怀里一扯,然后曲起右腿顶到我的小腹上。 在这一瞬间,死小妞失声惊叫一声,哥们也意识到肯定完了。 夜魔的力量该有多大? 估计这下能把小腹撞破,肠子都会碎成无数段。 与此同时,我还握着萧颖的手,她心里大叫,不要! 那种口气,充满了绝望,伤心,和深深的哀痛。 碰,一声巨响。 我立马感到肚子一阵剧痛,于是闭住眼睛,心说肚子肯定破了。 我宁死,都不看自己肚破长流的惨状,可是转念一想,我咋还没死呢? 并且也不是非常疼痛。 丹田内的三股真气,好像遭到猛烈的撞击后,散作一丝丝油气,相互缠绕,却又相互排斥。 这种情形很奇妙,不过我明白怎么回事了,是他们又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一条小命,不过也被这股猛力给撞散了。 正当我松了口气,为自己大难不死兴奋时,他大爷的死夜魔又给哥们来了一下顶小腹。 我那个时候,真恨不得一头撞过去,跟他同归于尽。 砰,又一声巨响。 我这次哭了,眼泪真的流了出来,因为这次比上次痛了不止一倍,流眼泪是不由自主啊。 别哭,你还没死。 死小妞有点高兴地说,是啊,好像又没死。 感觉肚子里的散作一片油丝的真气,竟然这次被硬生生地撞击,融合到了一块了。 随之感觉,全身充斥着一股充沛的精力,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我心头突地一跳,我好像可以,能用通灵术了。 于是马上盯着死夜魔的额头,念了通灵咒。 可是刚看到一团绿色荧光,明图却被他无数道猙獰的眼神给击溃了。 而这个时候,小滚刀手上的浮火熄灭,眼前又归于一片漆黑。 他大爷的,这死丸衣实在太变态了,通灵术搞不定他,那就拼了。 想到这儿甩开萧影的手,张开双臂,将他牢牢抱住。 哥们这种泼妇打法虽然很笨,但却很实用。 一旦被我抱住了,不管是人是鬼,都会令对方很头疼,果然夜魔挣扎几下。 没能正开,气得在黑暗中,全身闪烁出无数道绿光,看着既诡异,又壮观。 不过夜魔没用全力,我白高兴了,他全身眼珠发出绿光,是一种爆发力量的信号。 快松开它! 死小妞嗅到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气息,大声警示。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放手,变态地死丸衣另一只手臂缠住我的一条左腿,猛力往上一掀,灯尸让哥们身子失去平衡,往后倒去。 与此同时,死夜魔缠着我手腕的手臂,朝反方向一扭,我乐得去。 哥们竟然反被他把手臂扭到了背后。 黑暗中,小滚刀、大嘴戎和陈寒烟看不到啥情况,他们也没啥动作,倒是萧莹好像发出几枚银针。 但这种东西对付人有作用,在夜魔跟前跟牙签没啥区别。 不过,就在我被扭的一阵巨跳,头上冷汗兜下来时,听到了曹英飞的咒语声。 呼,又是一张黄斧点燃,眼前又亮了起来。 幸亏我们给了这老小子几张符,关键时候,便派上用场了。 再加上这老小子,这次倒霉成绩溜走,感觉挺仗义的。 老小子用的还是一张金光符,因为我们来时,戴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符。 不过通过刚才夜魔的反应,让我发现,金光符好像特别对正。 金光刺眼,应该是夜魔眼的克星,并且由曹英飞这种老家伙使出来,非常老道,不是我们这种修为所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夜魔身子猛的一阵颤抖,松开我的手臂,就要扑向曹英飞,但被我反手扯住。 哥们知道,就算扯住她的身子,也拦不住她的邪气,急忙念咒,用名图来拖住她。 这次没料到变态的死玩意,给我玩了一首诀的,突然间她身上无数只眼睛中仿佛都钻出一只恶鬼,伸着尖利的鬼肘,一脸猙獰的朝我抓过来。 吓得我心头一阵巨跳,马上停止咒语往后退开。 这玩意太生猛,太可怕了。 不过就在这时,曹英飞的身影如一只大鸟般飞落在跟前,手里的浮火犹如流星赶月般拍在死玩意的头顶上。 啊,夜魔伸展了双臂,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惨嚎声。 她身上每一只眼睛都闪现出非常恐惧和痛苦的神色,看来这一下给了她致命一击。 吃,随着浮火熄灭,眼前按下去后,夜魔头顶冲出一道浓浓的黑气,在漆黑之中能够看得很清晰。 黑气发着破空声响,笔直冲上洞顶,瞬间整个洞室气温骤降,这一刻差点没把我们冻僵了。 干得好,夜魔煞气被放了出来,马上要魂飞破散,已经散了。 死小妞说,她话音刚落,周围气温又慢慢回升。 看来夜魔真的挂了。 第568章,诡异香味。 动视中令人感到压迫的阴气,逐渐消失,虽然气温不是很高,但却觉得很舒适,我们所有照明用具都报废了,手机也没了电,再说,经过河水一泡,肯定也报销了。 现在能用的,只有小滚刀和曹英飞手中,各有两张符。 曹英飞再次念咒点燃一张符,我发现,大嘴绒,小滚刀,和陈寒烟都呆呆地站在原地。 自从哥们跟夜魔交上手后,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夜魔挂掉,他们都在原地没动一下。 小滚这时从身后抱住了我的一条手臂,她从后面探出头,脸色非常苍白,显得相当焦急。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没事,好着呢? 说着活动活动手脚,靠,站着不动没感觉,起之一轮手臂,突然痛起来,刚才被反扭那下,差点把骨头扭断了。 还逞强? 萧影摆我一眼,帮我揉着这只手臂。 小滚刀眨巴着眼说,刚才都没看到怎么回事,夜魔就被干掉了。 大嘴绒忽然指着地上说,你们看,地上是什么?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只见地面上出现了一大片眼睛的图案,就像烧制的在陶瓷上的图画一样,每只眼睛活灵活现,全都充满了痛苦和仇恨的目光。 我们不由吃了一惊,夜魔难道没有消灭掉? 曹英飞脸色凝重地说,夜魔不是真正的鬼魂,而是死鬼的眼睛放在一起,养恋成的一只邪精。 刚才打散了他身上的煞气,但鬼眼却死而不将,煞气印入地板。 必须要开谈做法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将鬼眼煞气完全除灭,不然六十年之后,煞气吸取了地气后,会重新从地板上衍生出一只新的夜魔。 死小妞说,我们没这个机会做法事,走吧。 是啊,别说七七四十九天,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夜消魂随时可能会出现。 不过这个洞府身居河底,就算再衍生一只夜魔,也不害不了人。 曹英飞手上的俯火燃尽,他跟我们打声招呼,我们出去吧。 我们摸黑走出这扇大门,我心里由于存在一个疑问,跟上曹英飞小声问他,你刚才不是有意要我们引开夜魔自己逃生吗? 为什么刚才我拖住他后,没有趁机先走? 说起这事,我确实挺感激这老子,要不是他冒着极大风险越过来,将夜魔干掉,我的后果真的很难预料。 曹英飞嘿嘿笑道,小朋友,你把我想得太坏了,我之所以要先出去,因为要在门外贴服,将夜魔封在里面。 这样我们出来,便不怕他能追出门口。 但服还没贴好,就被他拉了回来。 哦,原来老小子没那么坏,是个挺讲义气的人。 这不由让哥们重新对鬼宗定位,觉得鬼宗弟子不一定全是坏人,但像曹英飞这样的讲义气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可能是介于正邪之间吧。 陈寒烟这事嘀咕道,刚才门口那是什么东西,扎了我们的脚,现在又没了。 曹英飞口气有点担忧地说,那是鬼刺,出去后我帮你们驱除干净吧,不然十二十声后,会全身溃烂而死。 他们仨听了这话,同时惊呼一声。 但死小妞却不屑地说道,鬼刺有什么稀奇的,出去后,用你们的阴阳血涂抹在伤口上,念尽深咒就解决了。 他说完不过两秒钟,又吃惊地说,好像蛊虫来了。 我这会儿,丹田内真气充盈,并且多了一股鬼胎之气,耳朵比以前还要灵敏。 他说话同时,我也听到了嘶嘶声从前方黑暗中传来。 只不过声音很微弱,若隐若现,如果不是我们俩这种修为的,绝不可能听到。 才要提醒曹英飞,这老小子也听到了,可见他的修为比我差不了多少。 他马上停下脚步,低声嘱咐我们都不要乱动。 我们马上站住,听到他衣服发出速速声响,不知道在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后,忽然闻得了一股诡异的香气。 小滚刀低声道,什么香味? 曹英飞嘘了一声,示意不要说话。 但小滚刀跟着又道,干嘛整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对付蛊虫小也有经验,学两生狗叫不就完了? 让他闭嘴!曹英飞低弱的声音,显得很愤怒。 我立马捂住这小子嘴巴,恨不得在他脑袋上扇一巴掌。 黑暗中依稀看到曹英飞从地上站了起来,刚才原来蹲着,身影晃动一下,这种诡异的香气就更加浓烈了。 这种香味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不是很刺鼻,却香得有点过头,让人觉得反胃。 好,曹英飞,你终于找到了破解草婆的法子。 不过你不要得意,你们就算出了这个洞府,我一样有办法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前面不远处突然传来夜销魂恶毒的声音。 哦,我明白了,那种香气是破解蛊虫的一种香料,可是曹英飞从哪弄到的? 他身上如果有的话,刚才在洞室内就不会急着往外逃去硬拼夜魔了。 曹英飞冷笑道,我这三十年里,早看破了生死,我等着你的手段。 夜销魂非常气愤地冷哼一声,隐隐听到一阵细微的脚步声,随着响起开门的声音,应该是出了洞府大门。 他走了吧? 小滚刀问。 曹英飞声音冰冷地说道,你的话真多。 曹,长嘴巴不光是为了吃饭,还是为了说话的。 小爷没空跟你辩论这个,我们赶紧走出去啊。 出个屁。 曹英飞怒了,剑婊子从外面堵住了门口,并且也会把通气孔关闭,我们就等着闷死在里面吧。 这一下小滚刀闭嘴不语了,大嘴容试探性地问道,没有办法从里面打开大门吗? 曹英飞没有回答,只听他脚步声响起,似乎走向了北门。 我跟他们说,都少说几句,于是跟着老小子走过去。 但小滚刀好像不信曹英飞,跑向了南门,一会儿跑回来说,果然被封死,无论推拉都闻死不动。 我们无奈地进了北门,绕过隐蔽墙,看到堂屋中还亮着灯光。 而曹英飞已经走到了台阶下,不知道他回到这里要干什么。 第569章 剿灭群鬼 曹英飞在台阶下停住,我们才走到他身后。 那两个同男同女出来了,走到台阶边上。 男同瞪眼怒斥,大胆贼人,敢私闯进宅。 女孩咬牙切齿道,杀无赦。 曹英飞听了这俩小崽子的喝骂声,顿时仰天哈哈大笑。 突然之间,他身子如离弦之剑般飞射到台阶上,两只手各自掐住一个小家伙的脖子。 这一下吐起胡落,速度又是相当迅速。 两个小家伙根本没料到他会出手,还没做出反应,便已经在他掌握之中了。 本来我不想杀你们,可是夜宵魂太毒了,在你们身上种下了血肠谷来对付我们。 再加上你们两个不老的小妖怪,留着也是疑惑无穷。 曹英飞大声说着,提着两个小家伙脑袋对撞在一块,跟着周围又弥漫起那种诡异的香气。 两个小家伙灯石撞得头破血流,想要用力挣脱曹英飞的手,忽然各自全身一颤,眼睛瞬间瞪大了两倍有余,眼珠都突爆出来,充满了血丝,看上去非常吓人。 跟着呼吸,也变得极其困难,张大嘴巴,一副吸不进气的架势,憋得额头上青筋抱起多高。 萧颖看不下去了,跟我说,两个孩子太可怜了。 死小妞冷哼一声说,他们可怜。 先不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毒蛊,就说他们活了至少也有五六十年了,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灵童术,被邪灵上身,让他们永远长不大,保持七八岁的状态。 如果曹英飞不是先发之人,恐怕这时已经死在这两个小崽子手中了。 我叹口气,这不是孩子的错,但既然已经变成了妖人,那是不能再可怜了,否则便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我握住萧颖的手,童心草在他手心里握着。 我们马上就心意相通了。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告诉他,这丫头连连叹气,转过头不忍再看。 过了两三分钟,两个小家伙扑得各自喷出一条血柱,然后脸色瞬间变成紫黑,脑袋搭拉在肩膀上,眼珠子也变成了灰蒙蒙的,没有半点光彩。 我心头一沉,俩孩子完了,不对,应该是两个老家伙完了。 曹英飞提着两具死尸走到右侧井口跟前,把他们丢了下去,然后走回来进了堂屋。 我们跟着走进去,刚一进门,油灯扑得熄灭了。 身边涌起了一片阴冷气息,我估计是黄婆婆那帮死鬼。 当下闭目进入明海,果然是这帮死玩意。 一大片死娘们全都瞪着猙獰的眼珠子盯着我,尤其黄婆婆那副凶相,非常的吓人。 我冷哼一声说,你们吊什么吊?这是在明海,不是在鬼喽。 你以为你的明海能一下杀死我们这些活了几百年的老鬼? 黄婆婆还不服气。 要说他们这些死玩意,还真是不易对付。 这个黄婆婆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想在明海里集体扒皮,估计也不是很容易做到。 但哥们心里有数,我把他们全都拉进明海,曹英飞和小滚刀他们,不会闲着,啥也不干嘛。 正当要开口说话时,只见死鬼们脸上各个变色,显得极其慌张。 黄婆婆瞪着我狠毒地叫道,快放我们出去。 我哈哈得意地笑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你死到临头,还想吓唬我是不是? 话音刚落,黄婆婆和这帮死鬼脸上闪起痛苦神色。 跟着香气发出惨叫声。 曹英飞他们肯定动手了,也不用我费力包他们的鬼皮,眼瞅着他们一个个趴在地上,痛得鬼爪子一通乱抓,最终冒起一缕缕黑烟飘散。 我睁开眼睛,看到油灯又点亮了。 曹英飞用极其诧异的目光看着我,问道,你懂得通灵术,并且修为在五重以上。 哥们点点头,心说,老小子眼力挺毒的,不过没猜对,哥们都第七重了。 曹英飞拍拍我肩膀说,后生可畏,当年我师父的通灵术都没练到第五重。 说完端起一盏油灯,走出了这间屋子的后门。 这话让我有点得意,鬼宗怎么了? 通灵术虽然是邪灵道的法术,但还是在大爷手里发阳光大了。 嗨! 我们跟着走出去,只见曹英飞站在第二进院子里,跟我们说,大家帮忙寻找,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你要找什么? 我诧异地问道,你们之前不是说过,夜销魂从天王山到了师祖的尸体吗? 肯定就藏在这里。 我们几个对望一眼,开始没藏在这儿。 不过黄婆婆把尸体带了过来。 可是她找尸体干什么? 现在我都感觉有点呼吸困难了。 再不找出路的话,我们会活活闷死的。 萧影咒没道,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出口吧。 别说那么多废话,想活命就赶紧找师祖的遗体。 老小子冷冷地说了一句,端着油灯往对面堂屋走过去。 我们几个步有点气愤,老小子有时看着挺客气,有时又显得十分霸道。 听她的,我们觉得憋屈,不听她的,又唯恐延误了逃生时机。 我于是劝大家别生气,她说什么就干什么得了。 这会儿犯不着,因为一句话翻脸。 小滚刀强忍怒气,嘴上骂骂咧咧地往西侧厢房走过去了。 大嘴戎和陈寒烟去了东侧厢房。 我拉着萧影走进堂屋。 屋子里一片漆黑,曹英飞已经进了第三进院子。 我们手里没灯火,怎么找尸体? 于是又返回第一座堂屋,在西侧书房里又找到了两盏油灯, 全部点上后,拿到后院分给大嘴戎和小滚刀。 可是找遍了所有房屋,最后到了青铜顶跟前,也没看到鬼王的尸体。 这时候,洞府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我们已经喘不过气,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 我们几个一个个扶着青铜顶,脸色极其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曹先生,找出路跟鬼王尸体有什么关系? 我问道,曹英飞喘着气说,因为师父讲过,师祖早料到夜宵魂会来盗取他的尸体, 肯定在尸体上藏有对付他的办法。 这个办法里,或许就有逃出洞府的出路。 这话让我们大家伙眼前一亮,因为我们太了解老狐狸的手段了, 在自己尸体上藏线索,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再说,我们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别无选择, 只有在鬼王尸体上打主意了。 可是鬼王尸体在哪儿呢? 我忽然想到,还有东门没进过。 跟他们说,咱们去东门内找找吧。 第五百七十章,寻尸。 我们跑出北门后,大家已经都支撑不住了, 看样子再这么找下去,因为活动消耗呼吸太多, 说不好还没找到鬼王尸体,就先倒闭了。 我是没事,有死小妞帮我传输灵力, 尽管她元气所剩不多,但维持一会儿,还不成问题。 我于是让他们坐在门口这儿等着, 我自己进东门找一找。 他们都不放心, 唯恐那里边跟镜子山一样,藏着一只山枭怎么办? 我说,就算有山枭也有力气逃走。 而你们这情况,别说跑了,走路都费劲, 如果遇到要挟什么的,一跑起来,肯定会窒息过去。 劝住他们后,我便来到东门外,先推开一条缝,让死小妞往里瞧了瞧。 他说没情况,我这才敢大胆推门走进去。 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洞室,气候挺干燥,只有左墙根堆了几十麻袋粮食,剩余空间空荡荡的,片尘不染这地方在河水之下,密封性又好,肯定干净。 可是,我找遍了整个洞室,把麻袋都翻开了,也没找到鬼王尸体在哪。 哎,那个曹银飞真是猪,刚才也不早说,要找鬼王尸体,为什么不留知死鬼问问? 死小妞没好气说,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死鬼都杀光了,要找他们,说不定有走运的去了你境,在那儿应该还能找到一两只。 可是那地方进得去嘛,就算进去,也是有去无回。 对,想到这儿哥们,有点想哭,这是天要往我的节奏啊。 忽然间,又想到鬼王的尸体,会不会没带进洞府,留在了沉水瑶那儿。 他大一大,千万别是这个结果。 那我们除非闷死之后,才能出去找到。 到那时,还有个毛用。 哥们沮丧地走回到北门口,除了曹银飞之外, 萧颖,大嘴蓉,陈寒烟和小滚刀四个,全都靠在石壁上,一副吸不进气的模样,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几个看到我的表情,一下子全都闭上了眼睛,均个一脸的绝望。 曹银飞喘息道,我觉得应该在,在这里,不在三门内,有可能在地下。 我苦笑道,那条隧道我们走过了,里面连根毛都没有。 梁仓下我们没找。 对,往梁仓去的方向,我们没去过。 于是二话不说,我立马又飞奔进了西门,钻回隧道内。 现在死小妞元气所剩不多了,如果这次还找不到鬼王尸体,我们就等死吧,可是找到尸体。 万一在他身上找不到线索,倒不是还是白费力气吗? 可是现在什么退路都没有了,不管在尸体上能否找到线索,总之,那是一线希望。 如同溺水之人遇到了的一根救命稻草,要拼命地去抓住。 进了隧道,直接往东边急步走过去,一口气走到尽头,然后就绝望了,整个人跟雕塑一样僵住。 整条隧道仙尘不染,空空荡荡,别说人毛,连根鬼毛都没有。 我一时感觉心里凉透了,血液也仿佛凝固。 看来这次,我们是没任何希望了。 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死小妞元气即将耗尽,说话也有些气喘。 我苦笑起来,整个洞府全部找遍了,就差绝地三尺,跟哪还有地方可找。 我低头想着,是不是该回去,跟大家同生共死呢? 突然间,看到地上的水渍,猛地想到了一个地方还没去,积水的小湖。 于是一阵风般地跑过去,结果路上油灯被扇灭了。 靠,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我恨不得把自己宰了。 不过在包里摸了摸,意外地发现,还有一个塑料袋里裹着一张黄符。 不管什么符了,拿出来念了两句总赵咒,黄符马上燃着,一看,是张躯斜符。 咒语中有种总赵咒,念出来可以点燃任何一种咒符,这是遇到黑暗不明黄符种类时的一种咒语。 当下不敢再跑了,沿着这条隧道走到尽头,发现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洞幅,一个看不出有多大的小湖,就在眼前不远。 我急走几步,还没到跟前,死小妞欢呼道,看到了,看到了,尸体。 我这颗心,立马就放到肚子里,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 在这一刻,哥们心里很激动,我觉得上天没有往我的意思,还是给我留了一丝生机。 如果我选择放弃的话,那只能说自己不想活了。 来到小湖边,一眼看到鬼王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距离岸边不过四五米。 我将油灯举高,慢慢走下水,发现岸边这儿水不深,只摸到腰部,只不过水太冰冷了。 哥们忍着浓烈的寒意,抓住鬼王的衣服,回到岸上。 死小妞跟我气喘吁吁地说,快把她背出去,让曹英飞找线索。 我把油灯放在地上,背起鬼王尸体后,再重新拿起油灯往回走。 他大爷的,老狐狸个头不大,身子挺沉的,压得哥们喘不过气来。 可是转念一想,这不是他真身,并且这么沉重,肚子里应该藏了什么东西吧? 当我回到北门外时,小滚刀和大嘴绒已经晕过去了。 陈寒烟和萧影还有一口气在,但也是奄奄一息,随时都可能昏迷。 曹英飞见我带着鬼王尸体回来,顿时一脸喜色,冲我招招手,嘴巴却紧闭着,看样子是胸腹之间憋了口气,不敢轻易吐出来。 我把鬼王尸体放在他眼前,这老小子,伸手在肚子上摸了摸,不住缓慢点头,似乎老狐狸肚子里真有东西他,跟我比划一下,意思是要利刃。 我包里的匕首早丢了,忽然想起来,我还有块正鬼令牌,于是赶紧拿出来给他,他皱眉看了看这玩意,然后撩起鬼王上衣,用令牌尖头往下猛的一次。 噗的一声,令牌灯时刺入肚子里,跟着往上一挺,切开一条半尺长的口子。 这具尸体虽然不是鬼王真身,但也是真人尸骨,只不过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能保持百年不符。 就像刚刚死去的状态,正鬼令牌切开胸腹,翻出看上去上还新鲜的血肉,让我忍不住,胃里一阵翻涌,感到很恶心。 曹英飞伸手探进尸体肚子内,这一下让哥们更忍不下去了。 把头转到了一边。 第571章 云霄飞车 只听死小妞姨的一声,我急忙又转回头,发现曹英飞手里拎着一只满是血污,皱巴巴的袋子,大约有暖水带那么大的头。 鼓囊囊的,坠得他手腕下垂,看样子挺沉重。 曹英飞脸上一阵大喜,将袋子递上一放,解开袋口上的金线,把东西全部倒出来。 叮当一阵响声,有几只长约持续, 粗如拇指的黑色铁杆,并且还有一个小皮带。 曹英飞看了看这几只铁杆,眉头紧皱,显然不知道这些玩意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打开小皮带,拿出一只拳头大透明物体,看上去像是橡胶,里面装满黄色的液体,液体内包裹了跟蜜蜂一样的昆虫,通体红色,并且还载不住蠕动。 袋里还发现了一张草纸,曹英飞打开看了一眼,眉头顿时舒展,嘴角浮起了笑意。 我探头过去瞧看,只见草纸上面是几行文字,下面是一幅图画,似乎是这几只铁杆的组装图,以及还有洞服某个地点的地形图。 文字是这么写的。 百年后,液销魂必会掘我坟墓,到我遗体。天王山遗体内,藏有对付液销魂之物。我门下弟子,可用铁杆逃出生天,以带中之物破草婆之树。 液销魂自此,不能再用古术矣。我不由一正。老狐狸原来早就料到,液销魂会偷走她的尸体。同时算到后世弟子被囚禁洞府,用尸体肚子里的东西,不但可逃出生天,还能用袋子里的那些虫子,破了液销魂的古术。 并且是一劳永逸,将液销魂的古术给废了,永远不能再放草婆害人。曹英飞此刻也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嘴唇发紫,快挺不住了。 她看完下面图纸,迅速将几只铁杆组装起来,原来是一只类似拖拉机摇霸的转轴。然后将那袋昆虫交给我,拎着摇霸,冲进北门了。 我将袋子塞进包里,拍了拍即将昏迷的萧影和陈寒烟,他们俩咬牙站起来,我一手托着小滚刀,一手托着大嘴绒,跟着曹英飞,一路穿过几近院子,跑到后院曹英飞端着油灯,冲到青铜顶跟前,在顶后石壁上,伸手摸了片刻,将油灯放在地上,提起这只摇霸,用一端尖头,猛力朝石壁上捅了几下。 喀拉一声响,石壁最终被捅破一个圆孔,露出一个茶杯口那么大的凹洞,然后将摇霸往里一插,正好严丝合缝,这东西就是为此打造,启动一处机关的工具。 曹英飞跟我挥挥手,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全部进铜顶,显得非常吃力,看来到了强弩之末。 我一愣,进铜顶干嘛?但顾不上多想了,抱起小滚刀和大嘴绒,将他们俩丢进铜顶内,跟着扶着萧影和陈寒烟进去。 铜顶虽然个头不小,可是里面空间并不大,四个人已经塞得满满的,容不下我了。 曹英飞直指顶腿,我恍然大悟,慌忙在地上一蹲,双手牢牢抱住一只顶腿。 他当即双手握紧摇霸,用力摇动起来,这跟启动拖拉机或是那种三马车一个样。 只见摇霸越转越快,头顶传下一阵滋滋嘎嘎沉重的声音。 我压抑地抬起头,发现高高的洞顶上正冲我们头顶的部位,石壁正在向两边打开一道口子。 我不由大惊失色,那水岂不是要猛地灌下来,就凭我们目前的状态,还不立马被淹死。 但随着石壁往两侧移开,中间竟然没留下一滴水,而是出现了一块透明玉石,泛着柔和的白光,将整个洞室照耀得非常明亮,两侧石壁移开大概三米多宽的距离,擦擦两身,从玉石两端垂下两根粗状的铁锁,下端各有一只铁钩。 两条铁锁很快垂下来,正好位于青铜顶东西两侧,而顶身两侧各有一个圆环,看样子这都是之前早就预设好了的。 曹英飞此刻将摇霸放开,转身将铁钩挂上圆环,然后跟我一样蹲下身抱住了另外一条顶腿。 这是要把我们吊上去,还是沉下去? 我咒没问他。 曹英飞摇摇头,面色镇定地说,等会就知道了,反正我们会安全出去的。 他话音刚落,铁锁一阵抖动,突然迅速往上升起。 我乐个去,速度简直比得上云霄飞车,这下把我吓坏了,这么冲上去的话,顶内四个人还不拍死啊。 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等我刚想到这儿的时候,青铜顶已经被调到了洞顶的位置,我正心头一凉,觉得他们四个难逃一死的时候,忽然间上面的玉石板跟着往上急速升起。 再接下来,往上升起的速度又加快了一倍。 此刻玉石板冲进河水中,发出拍击水流的巨响声。 水花飞溅泼了我们一身都是。 但上升的速度由于太快,两侧河水都来不及流过来,我们已经飞出了河面。 外面昊跃当空,一片寂静。 我们随着一条巨龙般的水柱冲上天空,随后势头衰落,开始迅速往下,飞降出来的一瞬间,我们全都吸入一口新鲜的空气,感觉无比的爽快。 这一刻,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曹英飞呼吸了几口空气,早放开了顶腿,鞋子里往下挑落。 曹英,大嘴容,我快速爬上去,大声叫道。 我们没事。 曹英和陈寒烟同时回答。 他们俩呼吸了新鲜空气,跟打了鸡血似的都从顶内站起身子,一人提起一个,不等青铜顶落到水面上,分头朝两边跳下去。 我也放开顶腿,右脚反在顶腿上一踢,借力远远地窜出去。 扑通一声巨响,青铜顶掉落在河中,激起一层壮观的浪花。 这股冲击力将我们往旁边荡开。 随着冷水一击,大嘴容和小滚刀也醒了。 他们俩骂骂咧咧地跟着萧影和陈寒烟游向对岸。 我浮在水面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看到曹英飞距离我们并不远,也跟着游向岸边。 不过,我们去的是南岸,灯石心头一惊,陈水瑶说过。 南岸是个陷阱,当下急忙挥手大叫,回来,回来,那边有危险。 第572章,天外流火。 可是青铜顶正在下沉,带起一个激流漩涡,发出轰隆隆响声。 我这声音传出去,显得非常微弱,他们都听不到。 当下情急火燎地往那边追过去,可是他们速度挺快的,不多时都爬上了岸。 等我到了岸边时,只见月光之下,对面山壁上闪烁着一条游动的黑影,看上去像是一条巨蟒在舞动,又像一只魔鬼在摇身。 曹英飞,出了洞府。 你再没有抵挡草坡的办法了吧。 夜消魂的冷雨声从山壁上传过来。 我心头一惊,河南岸应该是杨谷的老窝。 这一下,我们自投罗网,还不让夜消魂这死娘们把嘴巴都勒歪了。 曹英飞哈哈大笑道,我们就是来找你的,唯恐你不出现,没想到,你竟然自动送上门了。 我插,你个老小子吹牛逼,不怕把舌头闪了,我们逃还来不及,敢去找这死娘们麻烦吗? 不过我爬上岸的一刹那,忽然想起了包里那个透明袋子。 对,曹英飞看来,的确是有意找夜消魂的,要用这东西,废她的武功。 想到这儿,我连忙把手伸进包内,摸住了那只袋子,触手冰凉,却十分的柔软。 里面那些虫子,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能废了夜消魂的古术,鬼王这老狐狸做事,总是让人处处意想不到。 夜消魂冷哼道,你虽然很聪明,能找到这种机关逃出洞府,肯定也从里面带出了天南香。 但是天南香在外面是不管用的,遇风则散,对我这草婆一点效用都没有。 天南香什么东西?难道是在洞府内,闻到的那股诡异的香气? 曹英飞冷傲地说道,是吗?那不妨放马过来,看看曹某是否能对付得了你的草婆。 别以为用这种激将法,能吓倒老娘。我活了一百多年,吃的盐都比你多。 夜消魂这句语气冰冷的,直寒透人心。 曹英飞立刻回头冲着我小声喝道,快把带子丢过来。 我挥手把这只透明带子扔过去,曹英飞伸手接住,几乎没有任何停留。 双掌在带子上一拍,等时眼前闪起一片流光溢彩,一条条彩色线条,犹如一条条细长的蛇,朝正南流星般飞射而去。 这玩意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虫子?竟然这么神奇,让哥们不由目眩神谣,看得有点入迷了。 素素,黑暗中,南边草木中,响起一团嘈杂的声音。 片刻过后,夜消魂恶的闷哼一声,用无比愤怒的口气大声骂道, 混蛋,你居然懂得用流火来破我的草婆神术。 曹英飞得意地纵声大笑,慢慢站起身子,不是我懂得, 是我师祖早料到,你会将我关押在跑马河下,并且会从天王山偷走他的尸体。 所以,早在尸体内藏了天外流火,来破解你的古术。 这下你后悔了吧,可是后悔已经晚了,从此之后,你再也不能用古术来害人了。 哼,你别得意太早,老娘我虽然废了古术,但我的六处神,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的。 你们等着,夜消魂气愤无比地说到最后一句,声音已经去远了。 小滚刀从地上一跳而起,破口大骂,死老太婆,废了武功,还神起个矛。 走,咱们追。 曹英飞却一摆手,穷寇莫追他,不是为言耸听。 除了古术外,他还有很多防身邪术,例如六处神,会让我们防不胜防。 什么六处神啊? 小滚刀摸着脑袋问,曹英飞显然还在记仇,不愿理他,掉头走向一边了。 大嘴容帮他挽回面子,回答道,六处神是湘西巫师供奉的六位神奇,一正一邪,一般人是不敢招惹的。 也有人说,不过是六位山鬼,因为湘西是鬼国之地,相信鬼无处不在,所以也将鬼当作神一样,来祭祀供奉。 小滚刀听完后,切了一声说,你又来蒙我们,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啊。 死小妞这时气息微弱地说,大嘴容说的还有点靠谱。 说完这句顿了顿,又道,我这次元气损耗得比较多,又遭到夜魔侵袭,可能要睡上几天才能恢复。 这几天里,没什么急事,不要叫醒我。 睡吧,妞儿,有个保护,你就放心吧。 呸,你能保住自己就行了。 不跟你废话了,我去睡觉。 我现在恢复了通灵眼,打开临时一看,她脸上气色非常差,双眼紧闭着,眉头也皱在一起。 看样子睡过去了,但在睡着后,还在觉得痛苦。 这次的确吃了不少苦头,让哥们感到一阵心疼。 大嘴容又在,跟小滚刀斗起了嘴。 陈寒烟加入战团,一时显得特别热闹。 小盈苦笑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而是望着水流湍急的河面,去享受死里逃生后的这份宁静。 曹英飞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跟前,打破寂静说, 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回头一笑,当然尽快离开这里。 嗯,我要回和南大荒山一趟,日后相遇,我再款待各位好好筹线。 这家伙此刻话语平稳,听起来挺和谐的,感觉这人还不错。 我善笑道,是回绝户债吧? 地宫已经沉陷了。 原以为老小子会吃惊呢,没料到他只是点下头。 叹口气说,这件事早就料到了,因为师祖一种的事,绝户债地宫,迟早要毁灭的。 我只不过回去取件东西,日后可能会去山西落脚。 有机会,你们到山西来吧。 让我一尽地主之意。 我不由一恶,你是山西人? 曹英飞嘿嘿一笑,在我旁边坐下说,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 因为当年师父死后,鬼宗分裂,我们一批老兄弟都去了山西隐居。 所以,我去山西召集他们,一同出山来对付夜宵魂。 不然终有一天,他会找到师祖遗孩的。 他大爷的,他的一批老兄弟。 那么说,鬼宗还有一帮大佬没露过面,那些逗鬼的都是小喽啰了。 我说,鬼宗不是传说中那么牛逼,原来高手都在隐居啊。 并且都藏在山西,会不会在我们老家,也有鬼宗大佬。 第573章,是正式邪。 我急忙问他,这些人都住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也多少猜到点阴头了。 既然隐居在山西,那肯定都是冲着邪灵道根据地去的,准确一点。 那是奔着万长风的狮鬼秘本和不老洞秘密。 曹英飞的回答,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都在余县附近深山内居住。 一来寻找邪灵道祖师留下的秘籍, 二来也是躲避江湖恩仇。 这江湖恩仇,让我摸不着头头脑了。 鬼宗这腰牛逼,还有谁敢惹他们? 曹英飞跟我说,鬼宗当时分裂, 主要是来自于外力插手。 东北有个魂照会, 其中都是萨满传人, 其实也就是巫教弟子。 说起来,跟邪灵道早期渊源颇深, 都是出自巫教一脉。 只是邪灵道与魂照会决裂, 便迁徙到了山西。 两帮人马一直以来明争暗斗, 互不服气。 后来, 又因为鬼王从魂照会拿走了一件宝物, 更让他们誓死消灭鬼宗。 鬼宗自从撤出绝户债后, 势力分散, 并且内部仍旧在争夺掌门之位, 搞得内忧外患, 很多人不得不躲到山西, 以防遭到魂照会的毒手。 他也正是因为那个时期, 才会中了夜宵魂的阴招, 被抓到湘西, 囚禁了三十年。 要不是这三十年, 他早让鬼宗东山再起了。 我不屑地跟他说, 鬼宗东山再起, 还不是要害死更多人。 岂知曹英飞笑道, 鬼宗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邪恶, 害人那是迫不得已。 再加上弟子众多, 难免良友不齐, 会出现一些新帝歹毒之辈。 其实, 他们养鬼的宗旨, 不是杀人夺魂, 否则也很难跟地府达成协议, 他们有一条很严厉的规矩, 就是, 不准善杀人命夺魂恋鬼, 并且, 鬼魂之中, 也不许随便收养, 只取恶鬼养恋。 这也是为了, 帮地府减轻负担。 有些恶鬼, 进入地府, 不但不服管教, 还会经常闹事。 所以, 帝府才会认同鬼宗这个阳间组织, 帮他们消化一批难以管教的恶鬼。 听他这么一说, 鬼宗弟子还变成了好人, 让哥们怎么都很难相信。 不过, 跟他去辩论这个, 也没什么用, 便问起他, 刚才在洞府中, 用什么手法杀死的那些蛊虫, 天南乡又是什么? 曹英飞说, 夜消魂在跑马河岸上养蛊, 基本上是不带蛊虫进洞府的。 因为这是他居住地, 以防睡着之后, 遭到蛊虫反噬。 但他毕竟, 要防备敌人入侵, 多少会带蛊虫进来, 便在洞府各处角落, 都暗藏了天南乡。 这种香料对人体无害, 只需打开, 便会立刻熏死蛊虫。 他曾经逃走过一次, 虽然没能跑出洞府大门, 就被抓住, 但对立面各处地形, 以及情况, 都了如指掌。 我们不由恍然大悟, 难怪他在西门中, 听到蛊虫的动静会惊恐, 因为那里没暗藏天南乡, 而在天井和北门中都有, 让他成功找到, 消灭了蛊虫, 并且在北门中, 也搞定了, 两只灵童身上的血蝉蛊, 想到这儿, 我又问他, 血蝉蛊与其他蛊虫有所不同吗? 曹英飞听了之后, 脸上肌肉一阵抽搐, 跟我说, 那是夜销魂擅长的六种毒蛊之一, 那是他拿手的杀人伎俩当年, 他被抓来湘西时, 一个湿地在拼斗时, 就曾中了血蝉蛊, 在体中疯狂嗜血, 带来的痛苦, 让湿地不住撞墙, 而血蝉蛊虫, 却又能抵消人的撞击力, 一头一头地很撞, 却怎么都撞不死, 直到把血吸干, 慢慢将脑水吃光, 让人受尽折磨之后才死, 听了这种可怕的蛊虫, 我们全都进得张大嘴巴, 太毒了, 这种痛苦的过程, 那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感觉比灵骨还要很毒, 幸亏这个天外流火, 把夜销魂给废了, 不然以后都不知道, 他还要害死多少人, 说起天外流火, 曹英飞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也是首次听夜销魂, 提起这个名字, 鬼王的本事, 按曹英飞来讲, 早超过了邪灵顿祖师万长风, 很多法术也没传下来, 是当时最为神秘的人物, 像天外流火这种手法, 不过是沧海一粟, 曹英飞崇拜他的师爷爷, 简直把老狐狸给神化了, 不过说句实话, 老狐狸的确值得哥们佩服, 他的师父万长风, 搞了一个梁家子诅咒, 他便来了个东南挂像, 加以克制, 虽然最终, 还是让我破坏了, 让万长风得到复活的机会, 但在混得明鉴, 这老小子又利用哥们回来, 将万长风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们师徒这番死后博弈, 应该是老狐狸完胜, 这么说来, 老狐狸的确要比万长风强, 神秘嘛, 这个也没什么, 可争议的, 搞了那么多一种, 百年之中, 也没人能找到他的真身, 和真正的寿官, 曹英飞跟我们说了, 绝户寨地宫里的一种, 葬的是老狐狸的正式, 而天王山九个夫人, 虽然从老大排到老九, 但那都是小妾, 没想到, 当时我们差点用夺魂灯, 烧死了鬼王的正式夫人, 这倒是大出意外, 说着说着, 不知不觉天亮了, 陈寒烟水性很好, 下河捉了几条大鱼上来, 我们烤熟当做早餐, 吃过烤鱼后, 曹英飞便起身告别, 他要回山西了, 哥们心里一时觉得, 这个人还行, 于是说, 一道走吧, 我习惯独来独往, 何况你们又是年轻人, 我跟你们难以投机, 就此别过吧, 以后相逢再当重险, 曹英飞说完, 转身沿着河岸往西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叫道, 等等, 你身上没钱, 我送你点路费, 不必了, 曹某还从来没有因为金钱发过仇, 这老小子晃动着雄伟的身躯, 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 小滚刀在后面竖起中指, 小声咕弄, 牛逼个毛啊, 就算打家劫舍, 这一代连个人家都没有, 你喝西北风去吧, 老王八蛋, 曹英飞既然不喜欢跟我们这伙年轻人同行, 我们也就不跟他走相同方向了, 于是, 我们游到河北岸, 我忽然想起了沉水妖, 找到那个山峰看了看, 只剩下一条绳子, 人不见了, 估计是被夜销魂就走了, 当下便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去, 小颖跟我说, 你急着回来看看他, 看样子挺关心的, 哥们眨巴眨巴眼, 不是, 我是看他死了没有, 如果没死, 我就要替天行道, 将他就地正法, 真的吗? 这丫头转转水淋淋的大眼珠, 跟着又说一句, 说谎话, 要遭雷劈的, 第574章, 悲惨一家人, 我们原路返回, 又回到了两重村, 大刀这小子, 见我们集体安全回来, 可高兴坏了, 自从我们走后, 他就搬进了鬼楼中, 这里面其实住着比石头房子舒服多了, 并且, 大家伙将楼内的粮食分了, 够全村老少吃上几年, 这小子每天也不用干活, 有吃的有喝的, 便整天跟千奇在楼内亲亲我我, 我小声问他, 你跟他上床了没有? 这小子挠头, 支支吾吾的, 脸上有点发红, 一看这架势, 肯定是上过了, 我吃惊地跟他说, 跟鬼滚床单, 一天两天的没事, 这要是长久下去, 肯定会深染阴气, 积少成多, 最终会要了小命的, 啊, 那怎么办, 大刀, 惊得跳了起来, 消影见状, 忙问, 你们俩, 嘀咕什么呢? 我嘿嘿一笑, 没什么, 拉着大刀走到一边, 神色严肃地跟他说, 你去弄点黄纸吧, 我尽量给你多化点净身符, 不过靠符水净身, 长久之后, 恐怕也很难去除干净, 你得学会克制, 一个月最多一次, 这样一个月喝两次符水, 保你身子健康, 大刀愁眉苦脸地说, 一月一次, 不是太少了吗? 一月两次行不行? 三次都没问题, 你不怕短命就行, 好吧, 那就一月一次, 大家伙在两重村, 好好睡了一天一夜, 才恢复了精力, 给大刀画了上百张的黄符, 这玩意, 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 估计最少卖个几千块, 一百张符, 虽然只够这小子不到十年用, 但我交代他, 这其中有机会去外面逛逛, 可以再买点镜身符回来, 因为画符截煞, 那也是很费精力和元气的, 我不能因为他, 住在这几天, 一直为他画符吧, 鬼楼那些残余的死鬼, 千奇跟我们说, 都已经进地府了, 有几个没去的, 也不知道飘荡去了哪, 目前两重村很干净, 听了这话, 我们都放下心来, 但不敢保证, 夜宵魂会回来再闹市, 因为, 这毕竟是草鬼世家的根据地, 但我考虑, 他不会再来了, 古树被废了, 还回来干什么, 再说, 草鬼世家的那些死鬼, 基本上被杀过了, 他回来再占个空楼, 也没啥意思, 在两重村又住了一天后, 我们便告辞上路, 全体村民又欢送到了村外, 让哥们挺感动的, 大刀这小子, 又抱着我哭起来, 挺大一男人, 他大爷的眼泪真多, 当他要去报萧影告别时, 被哥们一把推开了, 你小子原来想借机吃豆腐, 在回去的路上, 我们商量着, 再去大嘴荣家玩玩, 上次小滚刀和陈寒烟没去, 并且我和萧莹也没完痛快, 听说附近有几处风景特别不错, 这次过去要好好地玩几天, 虽然默熙这个问题, 让我们挂心, 但要找到真正的鬼王受关, 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何况现在又失去了线索, 我们不如休息几天, 这样一刻不停地追下去, 东西没找到, 我们人可能就先垮了, 小滚刀热情不是很高, 他急着回去跟老爷子汇报, 但见大家伙都这么高的兴致, 只有同意一块去娘子坟, 而最为热衷去的是陈寒烟, 要去情人老家, 他高兴得不得了, 大嘴荣也想回去给小鱼添把坟土, 说到这儿, 他的神色就黯然下来, 看来这小子不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心里没忘了埋在土下的小鱼, 我们路京角龙镇, 便买了点礼物, 再去看望一下孟奶奶, 谁知大门上锁, 孟奶奶不在家, 正好这时碰到一个面熟的老头, 想起来要走的那天, 在山上跟他聊过, 这人姓陈, 我们叫他陈大爷, 我于是把礼物交给他, 让他转交给孟奶奶, 陈大爷一口答应, 说自己还有急事要走, 就不招待我们了, 看他脸色挺焦急, 我便问他, 有什么困难事, 需要我们搭把手吗? 哎, 就是上次你们见过的, 被害死的妇女, 他们家卧床有病的婆娘, 也死了, 我是他们本家大叔, 要过去处理后事, 陈大爷叹着气摇头, 我们一听都觉得这是太悲惨了, 父女死后, 只留下一个孤零零有病的女人, 可能因为伤心加重了病情, 萧颖忙道, 大爷, 他们家没了后人, 出病可能也需要钱吧? 陈大爷脸色凝重地说, 不满你们说, 我这侄儿的婆娘, 因为听说丈夫和女儿都死了, 当晚脑淤血, 就送到了县城医院, 你们给的三千块都花完了, 我们又凑了一万多都没够用, 如今他死后, 还欠医院五千块, 这不, 侄儿和孙女的尸体, 还停放在家里, 没顾上下葬呢, 小滚刀一把握住陈大爷的手说, 大爷你别急, 我们想办法帮你还了医院的钱, 大嘴蓉也跟着说, 出病需要多少钱, 我们这就去县城给你取去, 这怎么能用你们的钱? 陈大爷慌忙摇手, 真不用, 我们几家亲戚再凑凑吧, 说着跟我们道声别, 匆忙往东去了, 陈寒烟跟大嘴蓉说, 他们这么可怜, 我们一定要帮帮他们, 肯定的, 肯定的, 我卡的有几万块, 这就去县城去, 大嘴蓉忙不迭说, 萧颖笑道, 我们这儿还有个土豪呢, 别忘了王林身上有五十万, 我们打土豪啊, 听这话, 哥们就瞪眼珠子了, 什么我就土豪了, 萧颖, 我可跟你明算账, 你身上那五十万, 还有我一份呢, 萧颖极力点头, 眨巴着动人的美眸说, 对啊, 我这五十万, 有你一份吧, 那算起来, 你有七十五万, 是不是大土豪, 你好意思剥削我这二十五万吗? 呃, 仿佛觉得又掉坑里了, 但这次我不会认输, 跟着说道, 既然你那五十万里有我一份, 就先从我这份里出吧, 萧颖脸色变得很严肃, 煞有介事地说, 王林同志, 你是男人, 就不能表现出一点男子风度, 别惦记我手上的钱吗? 你的钱花完了, 我不是说不给你的, 怎么越活越回来, 变得这么小钱, 难道做了土豪, 人就会变吝啬吗? 嗨, 当着大家伙, 哥们总不能跟一个女人去争辩钱的问题, 再说, 哥们是男人, 那就大方点吧, 明知道这是坑, 但还是硬着头皮跳了进去, 第五百七十五章, 漫天值钱, 我们跑到县城银行, 取出两万现金, 手机也没地方充电, 于是用公用电话打给包租婆, 询问墨西近况, 包租婆声音显得很低沉, 跟我们说, 墨西近一段时间, 市民次数越来越多, 并且每天都头疼, 不过仍是短暂性的, 醉酒的不过两三分钟, 死小妞听了情况说, 还算不错, 让我告诉包租婆, 不要太过担心, 这是化魂的一点瑕疵, 到了冬季受黑夜冗长的影响, 后遗症会越来越严重, 过了冬季会好点, 再加上我们正在想办法, 会尽快帮墨西解决的, 包租婆听了我的解释, 这才放心, 谢了几句, 我问刘斌, 他们几个人的情况, 包租婆笑了, 跟我说, 小湘跟刘斌在谈恋爱, 雷辰和孔明飞, 极度的不得了, 只要小湘和刘斌出去, 这俩小子, 肯定偷偷跟着, 去破坏, 我不由愣住, 小湘跟刘斌好伤了, 这哪个哪儿啊, 不过也没啥好奇怪的, 缘分就是这么奇怪, 再说, 我们都是同学, 彼此之间很了解了, 可是, 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小湘当初打死都不接受我, 现在居然会喜欢上那么猥琐的刘斌, 还有安胜哲再难逗, 又重新站稳了脚跟, 并且跟白亦凡结成联盟, 白亦凡没理由不把女儿嫁给他, 虽然心里很不舒服, 但好哥们搞伤对象是好事, 何况小湘跟任何人都比跟安胜哲强, 这也让我放心了, 挂断电话, 又打给老妈, 眼看再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我看样子, 今年又要在外地过年, 给家里说一声, 别让老爸老妈惦记, 哪知我刚透露, 年底回不去的意思, 老妈就火了, 给我发出通牒, 必须回来过年, 并且要带萧颖回家, 否则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我差点没哭出来, 你可是我亲妈, 有这么逼儿子的吗, 敢好又跟萧颖在一块了, 不然今年回去, 你老人家打算杀了我, 还是咋地, 萧颖见我苦着脸, 忙问我妈说什么了, 我便实话实说, 谁知这丫头挺高兴的, 我正发愁, 今年要不要回家过年, 回家呢, 又怕那个沈浩天纠缠不休, 正好去你们家过年了, 萧萧, 说不定还有压岁钱, 我当时就愣住了, 你一白富美, 在乎我爸, 我妈那点压岁钱吗, 不过, 我知道, 她不是因为压岁钱高兴, 而是今年能够过个开心年了, 可是哥们呢, 却开始犯愁了, 老爸老妈要是趁机施加压力, 让我结婚咋办, 死小妞一直没开口, 这时忽然叹口气说, 你妈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你该听她的, 我也希望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里, 开开心心地过个年, 哥们撇撇嘴, 捂住嘴巴说, 我怕到使你吃醋, 你烦不烦啊, 我又不爱你, 吃哪门子醋啊, 死小妞一瞪眼, 可是我爱你, 死小妞没好气说, 可是我不爱你, 你嘴硬, 我就嘴硬, 你能怎么样, 死小妞忽然发觉掉坑里了, 气得瞪眼道, 你皮又痒了是不是, 我黑黑一笑, 不敢再说什么了,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现在中午了, 我们大家伙找了一家饭馆, 碰巧这里有狗肉, 我心说, 还没出湘西地间, 卖点狗血防身比较好, 吃过午饭, 让老板给装了两塑料瓶子狗血带上, 回到角龙镇, 已经天色大黑, 孟奶奶的家门仍旧上锁, 看样子还没回来, 她一个孤寡老人, 又没听说有亲戚, 出去干什么了, 这么晚都没回来, 让我们不由很担心, 大嘴戎和陈寒烟在门外候着老人, 我们撒去找陈大爷, 这个古镇不是很大, 一条东西大街贯穿整个镇子, 一到夜里,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 黑漆漆的, 显得十分静谧, 我们虽然不知道, 那一户悲惨的人家在什么位置, 但早上见陈大爷往东去了, 便也往东去找, 大街上一片寂静, 两边古老的建筑内, 看不到一丝光亮, 整个镇子都笼罩在一团漆黑之中, 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 现在还不晚, 怎么都熄灯睡觉了, 往前正走着, 忽然起风了, 卷起地上的枯叶, 发出沙沙声响, 充满了一股诡异之感, 小滚刀咕咚道, 感觉有点怪, 萧颖问, 怪在哪里, 上次在这儿, 晚上看到镇上还有店铺开门, 今晚怎么乌漆麻黑的, 像一座死城一样, 死气沉沉的, 他说, 死城还是好听了, 哥们感觉就像一片木点, 我不由绷紧了神经, 把手伸进包里, 在两重村的时候, 不光给大刀画了近身符, 我们也都补充了一些, 平时常用的咒符, 我为了便于在最短时间内, 辨认出是哪种符, 每一种符, 都用红绳扎在一块, 记扣做了记号, 一摸之下, 就攥住了几张驱邪符, 对付普通死鬼, 现在悟出来, 根本用不着使通灵术, 一张驱邪符, 把他们吓跑就完了, 刚要拿出一张, 死小妞笑道, 紧张什么, 什么情况, 都没有, 不过他刚说完这句, 马上又皱眉道, 不对, 风卷的不是树叶, 像是纸钱, 我不由心头打个秃, 忽然想起来, 在县城买了手电, 拿出来打开往前一罩, 顿时头皮就抹了, 卷在风中的, 果然不是树叶, 一片片白色的纸钱, 在空中翻滚飘扬, 带着一股浓重的死亡气息, 几乎布满了整条大街, 他大爷的, 这情形看上去, 就像为我们送葬一样, 我心说什么玩意啊, 跟哪整出这么多纸钱来, 萧颖立马握住我的左手, 显得非常紧张, 小滚刀捏个法绝, 从包里掏出了收鬼竹筒, 这是他在两重村, 又做了一只, 有两条黑影, 在前方若隐若现, 我看不太清楚, 不像是普通死鬼, 死小妞皱眉说, 我恩了一声道, 还是用通灵术吧, 当下闭目进入明海, 陡然看到一只中年女鬼, 有气无力地站在黑雾外, 脸色惊恐地看着我, 哥们心里冷笑一声, 看样子, 不过就是一只普通是死鬼, 敢在我们面前玩花样,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撒纸钱吓唬我们, 布老师回答, 我便包了你的鬼皮, 我用阴冷的眼神盯着他, 给他一种无穷的压力, 我, 我叫胡秀兰, 我, 我没吓唬你们, 之前不是我撒的, 第576章, 夏马威, 之前不是他撒的, 哪是谁撒的, 不过, 看着他害怕的模样, 不像是说谎, 并且他看上去, 是个刚死不久的心死鬼魂, 这个时候, 胆子都很小的, 在通灵明海中, 更加不敢说瞎话, 那这是谁, 玩出的花样, 我问, 不知道, 我真的, 不知道胡秀兰下的全身颤抖, 牙齿格格发响, 我心头忽然一动, 又问他, 你是不是前几天刚死了丈夫和女儿, 是, 胡秀兰立马流下眼泪, 不过马上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原来是这个苦命的女人, 我心里一声长叹, 跟他说, 我听陈大爷说的, 你因为听到丈夫和女儿的噩耗, 才会加重病情而死的, 哪知胡秀兰摇头说, 我不是病死的, 我是被人害死的, 我一正, 什么情况, 他的命运, 已经悲惨的这种地步, 又被哪个泯灭了良知的禽兽给害死了, 你是被谁害死的, 死因是什么, 我急切地问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临死前喝了一碗药汤, 之后便昏迷不醒, 一直到死, 都没醒过来, 胡秀兰眼面痛哭, 你临死前, 谁为你喝的药, 是我丈夫表弟媳, 我接着问道, 你们之间有仇吗, 胡秀兰一脸迷茫地说, 我们没什么仇, 只是在我有病之前, 跟他吵过一架, 但后来又和好了, 我心想, 有些女人都是不可理喻的, 很难用常理去衡量, 有时会因为一件小的矛盾, 记恨在心, 找到机会变下毒手, 更何况, 胡秀兰失去了丈夫和女儿, 他们这些亲戚, 也不愿去照顾一个, 失去生活自理的女人, 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长久这么下去, 谁都难以容忍, 或许这个女人, 再加上以前的矛盾, 便心生杀鸡, 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原来这样, 你家住在什么位置, 陈大爷在那儿吗, 胡秀兰说, 就在前面不远, 往南一条胡同内, 叔叔在忙着安排明天下葬, 好, 我去看看, 我说完睁开眼睛, 眼前仍旧漫天飘满了纸钱, 我不有很纳闷, 这是什么邪碎, 竟然通灵不到, 死小妞见我退出了明海, 便跟我说, 咱们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送到前马上离开角龙镇, 她最了解我的脾气, 喜欢管闲事, 虽然在明海内, 没有跟胡秀兰说, 要帮她查出谁是凶手, 但表情上已经带出来了, 我也不说管还是不管, 跟她说, 明海都搜罗不到的邪碎, 这也太牛逼了吧, 嗯, 湘西被称作鬼国之地, 很多鬼魂种类, 在北方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 死小妞顿了顿, 又接着说, 所以说, 这里的邪碎, 还是少惹为妙, 我们尽快离开这里的好, 我点点头, 心说离不离开这里, 待会儿看情况再说, 这时, 小滚刀和萧尹 问我在明海里看到了什么, 我摇摇头说什么, 都没看到, 小滚刀切了一声说, 我的通灵树生锈了, 当下一马当先冲上前去, 捏绝念咒, 把竹筒伸了出去, 可是等了半天, 什么动静都没有, 指前还是在天空中飘扬, 丝毫没有止住的势头, 我心想, 这种情况下, 还是用鬼魅之印吧, 于是拿出一张符, 捏绝念了咒语, 黄芙燃着后, 我用力往前一抛, 顿时眼前飘飞的指前, 便回了枯叶东南和东北方向, 各自在黑暗中, 闪烁出一对忧虑的眼珠, 末的这两对眼珠光芒暴涨, 飘在空中尚未熄灭的浮火, 砰的一声, 犹如上面泼了汽油一般, 火苗子窜起多高, 像得大火球似的, 冲我们仨飞快击射过来, 小滚刀骂了一声, 草, 翻身滚在地上躲开, 我跟萧影手拉手向后连退, 而火球就像如影随形般, 紧追不舍, 我们俩万般无奈下, 只有滚得闪避, 浮火这才从我们身上划过, 没入远处黑暗中, 我们从地上爬起身, 再看前方, 那两对绿眼珠已经隐没不见了, 死小妞正正地说道, 这两个死玩意似鬼非鬼, 似妖非妖, 跟当时魁师阴魂那么诡异, 我看不出他们是什么东西, 我和小滚刀也吓破胆了, 因为这俩死玩意, 居然能反着我的皇服, 这简直不是一般的牛逼, 小滚刀满脸苍白, 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刚才俯火太霸道了, 要不是及时躲开, 恐怕会被烧死, 死小妞说, 这是对咱们的警告, 意思是不要多管闲事, 她也明显害怕了, 脸色不怎么好, 不过我跟萧影对望一眼, 心里反倒被这俩死玩意, 给激起了豪气, 她大爷的, 给大爷来下马威, 瞎了你们的狗眼, 脚龙阵的事, 我还真管定了, 不光是胡秀兰, 还有孟奶奶, 我们就此走了, 也放心不下, 走, 先去送钱吧, 接下来, 倒是没再遇到什么邪事, 很快到了一个胡同口, 看到了两盏白灯笼, 散发着雷弱, 而又充满了死亡气息的白光, 终于看到灯光了, 还是看到了死人家的白灯笼, 她妈也够晦气的, 我们撒来到大门口, 往里瞧了瞧, 静悄悄的, 也没搭灵棚, 院子里挂着一盏马灯, 灯下摆着三口棺材, 在明灭不定, 而又昏暗的灯光下, 三口棺材, 投出三条斜长的黑影, 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我一愣, 陈大爷不是在这里吗? 还有, 现在也不是很晚, 他们家亲戚, 该有帮忙的在啊, 怎么一个人影, 都看不到, 我们撒满腹疑惑的走进大门, 堂屋黑漆漆的没亮灯, 应该没人, 而整个院子也是空荡荡的, 一丝人影也没有, 陈大爷, 我站在门口, 大声叫了一句, 两久不听有人应声, 越发觉得不对劲, 我们撒一商量, 还是退出去吧, 不管是什么情况, 毕竟这是私宅, 我们不好乱闯, 刚要退出大门时, 小滚刀这时, 拿手电晃了谎堂屋大门, 跟我们说, 里面好像有人, 我和萧颖回过头, 顺着灯光看过去, 只见两扇古香古色的, 门板虚掩着, 缝隙中露出了一片衣衫, 死小妞也定睛瞅了瞅说, 那是一个死人, 第五百七十七章, 灯天散, 死人我们倒不怕, 可是这是出的邪乎, 胡秀兰一家人都死光了, 刚才在街上, 又遇到了两个不知底细的邪碎, 这进门, 就遇到了死人, 以死小妞的意思, 我们还是少管闲事, 赶紧退回去算了, 但我跟小滚刀都想进去看看, 这死人是谁, 会不会是陈大爷, 萧颖现在是, 吓破了胆子, 攥着我的一只左手, 躲在身后, 跟着走到堂屋门口, 小滚刀早冲到台阶上, 侧头往里瞧了瞧, 然后一脚将门踢开, 我们两只手电, 灯时照到了一个人, 像石雕般处在门口内, 这是一个中年女人, 全身描足浮饰, 脸色极其惨白, 灰蒙蒙的眼珠, 高高鼓爆出来, 眼角往外溢出两道血液, 在灯光闪耀下, 极为吓人, 萧颖刚从身后探出头看了一眼, 立马轻声惊呼一声, 又缩回我身后了, 小滚刀从死尸一侧窜进屋内, 拿手电四处照了照, 发现在没其他人影, 这才回过头, 仔细打量死尸情形, 这女人不只是眼角溢血, 口鼻和耳朵也都出血了, 从血液还没干涸的情形上看, 应该是刚死不久, 她的一只左手拿着一块草纸, 上面有些许白色粉末, 右手却曲全回来, 有种要抓自己脸的架势, 我走进一步, 低头就要去闻草纸上的白粉, 死小妞即到, 别闻, 可能是毒药, 万一吸入粉尘, 是种溅血封喉的剧毒, 我也就不了你, 听了这话, 吓得我连忙抬起头, 小滚刀也探头过来, 要闻闻气味, 被我拦住了, 这女人可能是中毒死了, 你们看向不像自杀, 说着话, 我又转到尸体背后, 在她后脑勺上看了看, 没什么异状, 不过在衣领内, 倒是看到了一处血痕, 萧颖继续跟到我身后, 经历了一会儿死亡恐怖后, 基本上没那么害怕了, 她说道, 看样子不像, 因为嘴唇上没发现有白粉的痕迹, 还有, 如果是吞毒自杀, 这个姿势也不合理, 中毒后应该会感到特别痛苦, 你看她的表情和眼神, 只有惊恐, 看不出有多少痛苦的神色, 她分析的有点道理, 但小滚刀却持不同意见, 可能是一种见血封喉的剧毒, 在吞毒粉后, 还没来得及觉察出痛苦, 就已经死了, 这小子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跟萧颖的观点是一样的, 是不是见血封喉的毒药, 暂且不说, 因为女人的脖子后面出现了血痕, 这怎么解释? 正要跟他们提这个疑点时, 大门外忽然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 我们不由吃了一惊, 怎么突然又有人来了? 他们见到我们站在死尸跟前, 会不会误会我们杀了人? 刚想出去, 几个人走进大门, 带头的是陈大爷, 身后跟着三四个青壮小伙子, 陈大爷一眼看到我们, 灯石就愣住了, 我们是来送钱的, 可是进门发现死了一个人, 我心里有点发虚地说, 陈大爷转头, 看到这女人立刻皱紧眉头说, 是黄蜂家婆娘, 她怎么死在这儿的? 她身后的年轻人, 吓得各自惊叫一声, 站在门口, 不敢往前再走了, 并且嘀嘀咕咕地说, 是不是秀兰大神显灵, 害死了黄蜂家婆娘? 陈大爷说着走上台阶, 来到了门口, 小滚刀连忙说道, 我们不知道, 进门就看到了死尸, 这个, 没我们什么事。 陈大爷当即, 脸色缓和地说道, 对不起, 我没有怀疑, 你们的意思。 她说着看了眼女人死状, 和手上的草纸包, 变色道, 她是吞毒自杀, 那种白药粉, 是一种剧毒, 叫登天散。 我们一听, 她认定对方是自杀, 就松了口气, 万一被误会是我们杀的人, 可就麻烦了。 本来我们是, 来做好事的, 别好事没做成, 反而落个杀人罪名。 不过, 这毒药名字挺形象的, 登天散, 吃了之后, 可不就登天了吗? 但登的不是天堂, 而是西天。 其实, 西天也去不了, 顶多到地府喝茶去。 陈大爷忙派一个后生, 去通知这婆娘丈夫, 然后走下台阶, 蹲在地上, 拿出一杆烟袋抽起来。 我们也跟着出来, 拿出一万块钱递给她。 我说, 大爷, 钱不多, 把医院, 欠的钱还上, 剩下的给秀兰大婶, 一家出病用。 这怎么好意思啊? 陈大爷推辞了几下, 但哥们看得出, 他是很想留下这笔钱, 因为他们, 也都不富裕。 医院的欠款不说, 这家三口人的丧葬费用, 就够他们发愁了。 我们坚持, 把钱塞到他口袋里, 陈大爷也就收下了, 站起身握住我的手感激地说, 你们真是好人。 我们撒谦逊两句, 我问他老人家, 这个女人死在这里,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陈大爷叹口气说, 不瞒你们说, 早上跟你们说的是谎话。 其实我这折婆娘得的, 不是脑鱼血, 她是中了剧毒, 送到医院后, 没抢救过来。 这件事, 我们瞒着没说, 因为凶手可能就是亲戚中人, 不知道是谁, 是不能乱说的。 现在这凶手, 我知道是谁了。 他说着, 回头看了一眼死尸, 我也恍然大悟, 想起胡秀兰跟我说的, 喝了一碗药汤之后, 就昏迷不醒了, 可能是被这个婆娘下的手。 可是, 她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是良心发现畏罪自杀, 还是被胡秀兰给复仇害死的? 不过这两个结果都有一点, 让我一时也琢磨不透。 陈大爷接着跟我们说, 当时折婆娘中毒之前, 就是她喂了一碗药汤, 跟着就不住吐血昏迷了。 这件事, 大家心知肚明。 今天她发现大家对她的眼光不对, 可能察觉出我们猜疑她。 晚饭时说, 自己在这守灵, 让我们回去, 结果回来她就死了。 我们缓缓点头, 陈大爷跟胡秀兰说的基本一致, 看来事情就是这么回事。 刚才看到尸体后颈上的血迹, 说不定是另有原因, 跟死因没什么关系。 小滚刀咒没问道, 你们都回去吃饭了, 可是整个阵子怎么黑漆漆的, 一处灯光都看不到。 陈大爷一脸严肃地说, 今天是祭祀六处神的日子, 除了有丧事之外, 家家户户要熄灯, 否则有亮光会惊扰了六处神, 会遭到惩罚的。 什么? 六处神? 我们同时感到很惊讶。 这玩意不是巫师供奉的邪碎吗? 普通百姓祭祀他们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